各位小伙伴 我们接下来来继续完成 我们这个智能家居的项目 那么上几课 我们对整个系统 做了一个小小的集成 所有的事情 基本都可以组合在一起 它可以进行工作了 那么对一个典型的这种项目来说 其中应该加一个其他的东西 数据的存储过程 在所有的项目中 可能都会有数据发生的 没有数据 那就不叫一个项目了 但我们这里边也会有些数据的产生 那首先第一个数据呢 是关于SD卡一个数据存储过程 当然首先呢 你要对SD卡的一个数据存储 它的驱动 又要所了解 如果不了解的话 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操作 在这里边 我主要是在SD卡 我要保存一个log 所谓的log当然只有日志 比如说我修改完密码 业务报警 红外报警等等这些东西 应该会产生一些日志 日志呢 就是要记录一些特殊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都非常特殊 所以我需要保存起来 当然这个温湿度这些数据呢 没有必要去保存一些数据 这是很正常的状态 还有开灯 关灯了等等 我觉得这个业务报警呢 红外报警呢 还有修改密码呢 这些偷偷的事情 我要把它做成一个日志 然后呢 用户可以通过读卡器 把这个SD卡拿出来 一读就OK了 那在最后日志的时候 首先 我要提到系统的时间 大家知道日志保存的格式呢 基本首先要记录时间 在哪一天哪一刻 发生了什么事 是吧 所以第一步要得到这个时间 当然这个时间是RTC时间 因为在上一步我们给大家加入了这个 实时的时间 是吧 我们用RTC驱动来读出它的实时的时间 做一个处理以后 把它加到日志里边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日志本身的内容 这一刻这一秒发生了什么事 业务报警还是红外报警等等 这是它的一个主要思路 然后我会把日志保存到SD 因为我们这个版的本身是有一块flash的 那这个flash没有必要去保存日志 日志这种东西保存到SD卡就OK了 被别人看到也无所谓是吧 OK那么你要把它保存到SD以后呢 首先要知道这个一些驱动是吧 对SD呢 首先就是一个文件操作 基本是吧 有一个fopen 打开文件 还有write 我要把文件写入 还有close 最后要关闭 这些呢都是SD卡的驱动 你自己可以找一些demo 去看一下这个驱动 那我除了把这几个函数提供给你以后呢 我给你提供给样板 怎么去保存日志 主要是一个思路 就是这个驱动呢 这个事应该是你提前要准备好的 是吧 我们来看我们这个log 我在里面做个函数 make log 然后传了一个参数 但是这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log要保存的具体的内容 对吧 烟雾还是红外等等 然后别量就自然不必说了 第一步首先我要得到一个时间 是吧 因为log是具时间来做的 你必须得到一个时间 然后针对这个文件操作类呢 给它做一个别量 申请到内存 接着我们是打开 当然在打开之前 在你的初始化代码里边 首先要把这个SD卡给初始化 然后挂载上去 在我们这个文件系统里边 把它挂载到零号上面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日志 这个日志我起了个名字 叫smartedlog 当然你可以自己换一个名字 然后打开的格式 后面是打开的格式是吧 读写了什么的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格式必须这么写 如果你写的顺序不对了 也不行 对于这个文件系统 其实我也没有仔细看 但是我测了一下 它必须这么写 这么写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呢 如果这个smartedlog不存在 它就会自动创造的 因为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可能没有日志是吧 所以要自动创造 那如果它已经存在了 就会打开已经存在的东西 它不会覆盖的 也不要把以前的日志给覆盖了 也是需要保存的 这是它的一个结果 如果不存在 那么就创造 如果存在我就打开 打开以后 要做的一件事是定位 我们知道这个文件 可能以前已经被人写过东西了 是吧 因为它一开始打开的时候 指向到文件的头 一开始指向到它的头 是吧 那么我写东西 肯定写在尾部 最佳 所以要把这个定位一下 文件的大小 文件的大小 就是最后 所以我要把这个 就要把鼠标定位到最后一样 定位到最后以后 才能写数据 接下来就是一些 所数据的过程 实际上我写的是一个时间 我把时间写进去了 然后在时间下面 我追加了一个什么 -log 冒号 这是我们日志的一个头 时间 然后log 后面是具体的日志内容 那么这个日志内容 buff是我外边传进来的 你要写个什么日志 最后我加了一个换行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换行 回车这种东西呢 因为日志最好 一件事是一行一行的 对吧 你不要写成一坨 没法读了 到最后 别人打开也不好看 所以每发生一条日志以后呢 它都是新的一行 叫你打开就好看了 最后做了一个关闭动作 这是写日志的一个模板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产生日志 当然我还是以烟雾为例 我点个烟吧 哎呀 这一晚上把我抽的 那么点个烟呢 我来让一物报警去工作一下 OK 它已经工作了 烟雾有点大 不停到报警了 然后我们来把系统关了 把SD卡拿出来 这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读卡器是吧 我们来用读卡器读一下 这个SD卡到底有没有日志 OK 现在我的SD卡 用读卡器读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 这有个smart.log是吧 我们来打开 打开 大家看到一行一行的内容是吧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时间 14年5月7号 今天几分 会有一些什么操作是吧 那刚才我们有在6点22分会产生一个smoke 这前面呢是我之前测试的 这是我们一个日志的内容 当然对于日志呢 我们可以加很多啊 不只是这个smoke日志 somebody 有人进来是吧 还有我们这个修改密码等等 都可以加入日志 那么加入日志呢 加到哪一块呢 从来给大家提供一个日志的模板 加到哪你应该知道 对于smoke来说 我们肯定是在smoke是一个中段是吧 那么在smoke的中段里面 加那么一句话就OK了 我看我们smoke中段 是不是加了那么一句话 make a log是吧 smoke 但你可以做一些更好玩的日志来出来 OK 这是一个日志系统 就说到这里吧